Meme 中文譯音是迷因 最原本的意思是重複傳達一些複製的想法和風格 後來因為被大眾廣泛使用 Meme 慢慢演變成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相信大家對於電影對白Meme 圖都不會陌生 但對白的前文後理和真正意思大家又清楚嗎? 說聲多謝烏英哥 謝謝烏英哥 穿西裝打胎? 拿大哥的電話有什麼用嗎? 蛤? 跟著這樣的大哥? 你嚇死吧 這個Meme 經常被網民用來罵人發洩 帳學有最後的表情非常鼎癮 成為網絡上的萬能Key 不時都會被Key到各種潛力圖裏 嘿 朋友 你好靚仔 Kuda Kusunba 你說什麼? 我講印度話你不懂得聽嗎? 我在香港出生的 你很客氣 不是咬你不關我事的 朋友 你回到印度吃招吧 這個Meme 經常都被網民用來 表達比較溫柔和文雅地罵人的手法 稱對方做朋友 拉近距離 但就殺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相信你和師傅都看過我寄給你那頂 V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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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我這樣的人才肯放入你們門下 我除了說恭喜之外 都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恭喜 恭喜恭喜 來 有 這個Meme 經常被網民用來 表達帶有諷刺成份的恭喜和祝福 不要 不要 你要掃上粉 打掛它 你大喊我 千萬不要刺激我 我有心作病 至於這個Meme 經常被網民 在被恐嚇時用作回復用途 效果顯著 我今天拘捕你不到 怎樣和我死了的老朋友交代 對不起 我是不會讓你拘捕我 如果你要和你老朋友交代 你不如一槍打死我 你不要讓我開槍 這個Meme 經常被網民 用來表達被折磨和無奈的情感 配合法哥剛巧閉眼這秒 非常全神